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地 欢迎收看胡锡 拜登总统星期天在罗马指责中俄应对气候变化 没有表达任何承诺 同时吹嘘美国在G20峰会议程中是最关键的要诀 声称G20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美国在外交方面的努力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在星期一 猛烈给中国扣不合群的帽子 表示美将向中国持续施压 他们这样说话真是不要脸 美国围绕欺骗的最大问题是言行不一招令西改 拜登政府做的减排承诺 如何在美国社会推进没有一个方案 一旦共和党上台 会不会将民主党政府的承诺再次推翻 就像特朗普当初推翻奥巴马政府的承诺一样 这被认为将大概率出现 拜登近期支持率的下降幅度是二战以来最大的 他对美国长期政策的主导能力已经远低于50% 对自己国家的领导都不及格 他的政府如何领导全球气候行动 北京宣布的中国力争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是实打实的 堪称一诺千金 这两个目标现在已经转化为整个国家的行动 双控大家知道已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指标体现在了方方面面 拜登政府的自我吹嘘和无端指责 表明了华盛顿至今没有端正人类共同应对气变的心态 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发挥领导作用 热衷向发展中国家施压 要后者承担超出能力的减排责任 通过这个过程呢 首先将美国和主要盟友置于道义高地 同时呢还想对主要发展中国家 比如中国进行钳制 发达国家自工业化以来向大气层排放了最多的二氧化碳 要推动全世界转用清洁能源 他们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援助 但是呢大家看 美国催发展中国家提高减排目标 它极好好的 而推动援助资金和技术的到位却慢吞吞的 巴黎协定规定啊 发达国家到2020年前 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援助1000亿美元 但据称的那些资金到位要等到2023年 而且呢很不确定 澳大利亚大家知道是发达国家 也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啊 但澳大利亚因为是煤炭出口大国 对气候行动一直别别扭扭的 到现在也不做任何具体承诺 拜登在指责中俄前 是不是应当先好好奚落一下美国的这个小兄弟呢 拜登政府啊 他别拿他们的减排承诺炫耀 将他做杠杆施压中俄等国 他应当呢 从国内拿到一个两党共同支持 先政府所做承诺的保证 给出一个未来 这个承诺不会被新政府推翻的法律机制 另外呢 美国政府要清楚告诉世界 其减排承诺将以什么方式 落实为美国的产业政策 他们不能画一张饼 用它来交换其他国家真金白银的付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